今天我们来吃饺子汤 家人们 朋友们 你在不在啊 最近视频的播放量有点太低了 没人看啊 我这种视频没人喜欢 估计是没人喜欢我吧 是不是我长得太美了 最近这两天不是在上班吗 我老公这两天觉得 我疯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你上班 你不是自己去拉客户 你而是怎么想着自己要投资 他就觉得我太不可思议了 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所以他其实是担心我被骗了 因为这种在韩国来说 什么房地产公司被骗的很多 就是说一个什么地方要开发 然后让你买 买了以后 然后他十几年几十年也不开发 还是一个山这样 他就是怕这种 我老公就是不想让我投资 他要担心嘛 其实担心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换错是谁都会担心的 但是因为作为我们的立场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孩子 而且我和他的年纪也不小了 其实总不能说 这个月的工资就这个月花 对不对 不可能说赚一天算一天 就是也不管以后 那以后我们老了 现在人的寿命又长 最起码能活到八九十岁吧 我觉得 那你能上班工作能上到多久呢 最多上班能够上到 我觉得身体好的话六七十岁 像我公公这样 那身体不好的话 我觉得六十岁七十岁不到 就应该要退休了 那后面这个一二十年你怎么办 你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积蓄 或者是没钱的话怎么办啊 不可能是靠孩子呀 一直问孩子要生活费嘛 这也是不现实的 就是我这个消费观念 我也有了一些变化 就是尽量不要去买那种 就是必不可少东西 那是要买的 生活用品是要买的 就是一些像 我现在我不是很喜欢 那些收藏玩具吗 我现在尽量忍住 克制住 不去买了 但是有好看的 我还是会买 所以还是要想一想以后吧 说的好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这个话是好 但是 活在当下 并不是说让你 不管以后 对不对 还是要为以后做一些考虑的 就是我去公司这几天 我自己就是 找起了一些 我们公司现在有的一些地皮 我们现在公司的地皮 是在韩国的市中市 韩国这个市中市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呢 先给你们说明一下 你们都知道韩国的首都市首尔 对吧 像韩国的一些行政啊 什么政府机关啊 然后还有法院啊 这样法制机关啊 还有一些什么 所有的一些公务员 就是一些行政的一些方面 国家的 都是在首尔 从几几年开始 首尔要搬到市中市啊 市中啊 정확하게 그거는 몇年 걸리는 거고 몇年 걸린다는 이미 이미 꽤 다 있고 이미 가 있는 상태에서 더 추가로 보내겠다라고 얘기가 지금 나오고 있는 건데 가는 거는 결정이 낫고 구체적인 그거는 이제부터 해야지 就是像我老公说的 就是现在呢 就是一些 一些政府机关 还有一些什么法院 还有一些大的企业 基本上就是 他们想把这个首尔的一些 因为首尔房价太贵了嘛 而且人也是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韩国就想把这个一些分散一下 就把首都的一些东西搬到市中市 那这个市中市是在韩国的一个中部地区 因为首尔是离北朝鲜比较近的嘛 在那个上面 然后 市中市是在中间的 现在市中市呢 就是正在发展中的一个城市 其实市中市本来是没有的一个城市 就是把旁边的一些城市 这样 划分一点过来 划分一点过来 然后就成了一个市中市这样 那市中市呢 现在房价是 连续三年是韩国第一的 涨得最高的 涨得最快的 那市中市内的一些地呢 都是被韩国国家收买过来的 就是我们个人是不能投资的 就是那个市中市内的 那市中市内 就是边界以外的 那个人是可以投资的 所以我们公司的地 现在就是靠近那个 就是边上的 就是市内的边上的地 这样 其实也不是要地 是一个小山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图呢 还是蛮好的 因为你们也知道 汉只要是能看到水 看到江 然后看到海 就是这样的地方呢 以后房价会很高很贵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这个地方的地皮呢 那肯定以后也是会长的 我们现在公司的地皮 就是这样一个地皮 那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一些题材 一些确定这里 会不会被发展 就是一些有根据的嘛 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话 我也不会像傻瓜一样的 我去买个山干嘛呀 对不对 我又不是死了以后 要买藏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 嗯 就是看了一下 我自己也找了一下资料 也查了一下 然后觉得还可以 而且那个投资也不是很大 那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我也不可能说投资太多 对不对 韩币是100万韩币一个平方 韩国的一个平方 是中国的3.3 我就在想嘛 就是100万韩币 那就投资几十个平方 几十平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是 那投资几十平 对我对于我跟我老公来说 也是没有太大的负担 把他那个股票的钱拨出一半出来 给我投资这个地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但是昨天我 把我的想法 跟我老公说了一下 我老公 反对 他说 你疯了吗 你啊 你才上几天吧 你就要去投资地 你这个你就是被骗了 你就被洗脑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昨天我也跟他聊了很多 就是一些关于这个失踪室 我说 你也可以去查一下 你是韩国人 比我更清楚 就是你自己可以看一下 这个失踪室现在的发展 边上的一些土地 他们开始的话 都是万 九十万一百万一个平方的这样 现在都涨到一千万了 但是我的地 那个地呢 我也想我的地能赚到一千万对吧 那就赚多少 那挺好的 说实在的就是 能给我赚个三到五倍 翻个三到五倍也是不错的 我的目标就是不用定的太高 我觉得定的太高的话 失望就越大 所以我的目标就是 在年之内大概翻个三到五倍 这样 那比投资股票的话 投资股票的话 你还担心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 对不对 那地皮的话 就算你卖不掉 那以后这个地皮还是我的 说不定我跟我老公以后 还去那里建个房子啊 什么养养老啊什么的 对吧 所以就是考虑了一下 那我老公就是 现在还是不怎么同意